带您透过镜头来看这场特别的展览 11月8号起在科工馆举办的气球创意展 可以看到环保气球布置而成的展馆 路口呢有用气球拼成的暴龙嘴 十分的吸引人 里头更有气球者的蒙娜丽莎 甚至还有荧光气球座的森林 让参观的人彻底颠覆对气球的想象力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 小颗气球耍下 现场的参观民众不管男女老幼 都弯下腰来争相捡气球 这里是科工馆 11月8号起即将展出神气活线造型气球展 里头可以看到金氏世界纪录达人 用各种气球打造的各式创意气球 在这个展览里面 我们除了融合艺术以外 这里头还有很多教育的元素在里面 同时也有艺术 那这里面呢 我们也特别介绍 在一般的观念里面 我们的气球是会环境污染的 但是我们这个展的所有用的气球 它完全是由天然的橡胶所制成的 这次在科工馆展出的造型气球展 全程预计将使用20万颗气球 除了知名化作蒙娜丽莎 还有自由女神以外 甚至还有主题造型的大型布景 不管是爱丽丝木游仙境 还是远古世纪的恐龙 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呢 很多人讲到气球呢 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不环保 或者说它是不是只能变化的东西 是有限的 我相信说等一下带给大家是一种震撼 是一种不同的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注意到我们这个产业 它是一个质文化 我也希望它变成一个主流 我也更希望说让国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艺术 在国外参与多次气球展览的气球达人 陈毅伟表示 这次展览使用的气球全都是环保素材制作的 安全无毒 因此参观民众可以安心 到里面尽情拍照 留下美好的回忆 港督星皇子天潘聚光 采访报导 出发 出发 感谢观看